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一个肯对世界暴露自己的人 不仅仅是有表达欲 还有他深深被爱 只有一个确信自己被爱的人 才会这样毫无顾忌地袒露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博邦尼的《见好》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呢 我选择在今天平安夜 给大家更新节目 一段饱含情感的文字 去怀念一位重要的人 许继林 沈从文 晚年的眼泪 如果你想听到我更多的节目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新出版的张欣颖著作 沈从文的后版生 令我最感叹不已的 是这位文坛无冕之王的泪 到了晚年 沈老越来越容易落泪 孙女在学校被顽童欺负 她哭了 老友木旦逝世 她泣不成声 回乡听挪堂戏 泪失一惊 接受记者采访 回忆往事 老人说 在文革里啊 我最大的功劳 是扫厕所 特别是女厕所 我打扫得可干净了 一位女孩听之动容 上前拥住老人肩膀 说 沈老 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 没想到 沈从文抱着女记者的胳膊 嚎啕大哭 不停地哭 鼻涕眼泪 满脸都是 老伴张兆和 像哄小孩一样 又是摩梭 又是安慰 才让她安静下来 最见不得的 是古兮老人的泪 究竟是多大的苦难 让沈从文 一级以往 常常不能自已 从湘西大山里 出来的她 不是没有见识过苦难 年轻的时候 她曾经当过兵 见到过各种 人世间的残酷 杀人如麻 血流成河 甚至还看到过 一个十二岁的小孩 挑着父母的头颅 她说 因着印象而发展 影响到我一生的用笔 对人生的悲悯 强者欺负弱者的悲悯 因之 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 和对自然的爱 这苦难到了建国之后 竟然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我读沈从文 民国时期的评论 常常为她捏一把汗 挑起京派海派大论战的 是她 直言批评左翼文人的 也是她 年轻的沈从文 因为自己乡下人的耿直 得罪了不少人 也因此 埋下了之后的祸根 沈从文太单纯了 北平解放前夕 北大教授云集一堂 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沈从文将政治 比喻为红绿灯 文学是否需要 红绿灯指挥呢 他与冯志 有一场争论 冯说 红绿灯是好东西 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说 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 又如何 冯说 既然要在路上走 那就得看红绿灯啊 沈说 也许有人以为 不要红绿灯 走得更好呢 沈从文始终相信 文学要保留一点 对政治批评和修正的权利 而不是单方面的守规矩 这种坚持 让他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解放之后 当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而来 朋友们纷纷实实物为俊杰 听从红绿灯指挥的时候 沈从文还是在那儿 降头降脑地守着自己 郭沫若的一篇 赤反动文艺的战斗习文 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 沈从文被踢出北大 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 被发配到了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 服从天降 猝不及防 当朋友们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 一起风发 红光满面的时候 沈从文却被时代抛弃了 新中国对他而言 不是时间开始了 而是时间终结了 沈从文悲哀地写道 这个新社会 人人都像绝顶聪明 又还十分懂幽默感 而我 却总像是个半白痴 满脑子的童心幻念 直到弄得个焦头烂额 一个不是私 而是新的时代降临 让习惯独立思考的沈从文 感到无所适从 他说 二十年 三十年 通通由一个私字出发 此时 却必须用信字起步 火 不容易扭转 过不多久 几位被迫割笔 一终得把笔割下 这是我们一代 若干人 必然结果 第一次文代会 南北作家汇聚北京 沈从文连代表都不是 他想与时代和解 但时代容不下的 他也不理解这个时代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 这本书当中 这样写道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 他的命运 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 一代人 来共同承担 共同的命运 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 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 打击太大了 他几次有自毁的冲动 都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一个作家 失去了写作能力 就像是美食家失去味觉一般 令人崩溃 倘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 尚能同病相连 命运偏偏让沈从文一个人 来承受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 在众人狂欢之夜 独饮孤独的苦酒 这是何等的悲凉 在苦难之中 对心灵最大的摧残 不是来自黑暗 而是黑暗的同道 自己曾经的朋友 敌人毁灭不了你 陌生人也伤害不了你 唯有来自朋友的切割 误解与反目 才会真正戳到你的痛处 沈从文与丁岭 再加上胡野平 曾经是一段民国文坛 三人形的佳话 经历过共同的恐怖岁月 互相取暖 血浓于水 解放之后 丁岭变了 变得那样的冷冰冰 形同默认 而且还公开与他划清界限 痛斥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事快 沈从文的心里 在滴血 他不申辩 也不反唇相机 只能在给有人的信中 委婉地倾诉内心的苦楚 还有 是来自学生的辩脸 范增曾曾经当过沈从文的助手 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绘制插图 为了他工作的调动 沈老尽其所力 四处奔走 范增曾为此感激不尽 不时写信来问寒问暖的 有一次 天不亮 他就来敲老师的门 他说 昨晚梦到沈老师生病了 我不放心 连夜赶来 可文革开始了 范增反歌一击 写大字报 揭发老师 而且对老人 移植气势 他说 你过时了 早就没有发言权了 这事我负责 沈从文气的 冒着额毛大雪 赶到有人家里 进门便说 我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 可今天不讲 会憋死的 还有他心中的女神 太太张兆和 张兆和喜欢她的文字 却不理解她的内心 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时候 常常远离她而去 留下她一颗 敏感而孤独的心 在黑夜当中 痛苦地自视 直到沈从文逝世 张兆和整理两人的书信 才似乎明白了 丈夫的内心 从文同我相处 这一生 究竟是幸福 还是不幸 得不到答案 我不理解她 不完全理解她 后来 逐渐有了些理解 但是 真正懂得她的为人 懂得她一生承受的重压 是在整理 编选她已搞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 现在知道了 过去不明白的 现在明白了 然而 对极切渴望理解和抚慰的沈从文来说 这个明白 来得太晚了 一个年轻时代 意气风发 自视甚高的大作家 在她的后半生 宛如变了一个人 胆怯 雷弱 和谦卑 她内心的委屈 无从诉说 只能将个人的苦难 理解为一种 为国家的牺牲 建国之初 在华北格大洗脑期间 李维汉对知识分子训话说 国家有了面子 在世界上有了面子 就好了 个人算什么呢 沈从文听了之后 自我安慰说 说得极好 我就那么 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 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 一天又一天 沉默地活下来 个人渺小得很 算不了什么的 此后 个人渺小 成为她经常的自卫语 牺牲一己 成全一切 成为她立身的座右鸣 竟然在内心深处 获得了一份小小的崇高感 沈从文 沈从文逝世之后 他的全集终于出版了 一千多万的篇幅里面 有四百多万字 是生前未发表的物质文化史研究 和倦贴浩瀚的书信 那是另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沈从文 这位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无冕之王 在他的后半生 以其心灵的苦难和不屈的挣扎 仗良出内带知识分子的痛与爱 那样的时代 再也不能出现了 梦前游快夜 像呀妈相似的夜 青菜呀内歌就不熟悉的 青菜呀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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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菜呀那歌 青菜呀内歌 借个呀那个韭菜叶 旧呀嘛旧往郎叶 一呀一哟 借个呀那个韭菜叶 旧呀嘛旧往郎叶 优优独播放 借呀嘛相思的叶 借财呀那个韭菜叶 借呀嘛借几行叶 一呀一哟 借财呀那个韭菜叶 借呀嘛借几行叶 借财呀那个韭菜叶 借呀嘛旧往郎叶 借财呀那个韭菜叶 借财呀那个韭菜叶 借呀嘛旧往郎叶 借呀嘛旧往郎叶 借财呀那个韭菜叶 借呀嘛旧往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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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